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就13五规划中间 一些消息来给大家做一些分析 我们看到中国彩票13五规划 已经编制完毕 正向各省征求意见 预计在11月的中旬上报 规划中表示 建议在合法合规的情况之下 重启互联网彩票的发行 并且发放更多的牌照 A股市场涉足足彩概念股的一些公司 有望赢得发展的机遇 这是彩票的13五规划 彩票业应该说在我们国家来讲 肯定不能够算上一个支度产业 肯定它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它现在也有一个13五的规划 并且其中有一条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 重启互联网彩票的发行 这意味着什么 市场打开了吗 对 我应该说互联网彩票的概念的话 我记得在去年的话 我们有过一波的炒熟 但是炒熟完了以后 牌照没下来 那基本上大家都熄火了 那么现在来看呢 就是说这一次彩票的崛起的源头 我想应该是我们 就是说中英的相互的交流 那么对于体育产业这块的发展 那么其实我们知道 体育产业这块的发展 第一个是俱乐部 就是俱乐部未来怎么发展 怎么像英超一样的去学习 学习别人怎么去赚钱的 别人俱乐部都是赚钱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彩票业怎么去发展 因为毕竟来说 我前面说过就是互联网彩票 这个牌照没下来以后 基本上彩票 现在还是按部就班的 在各个省市之间 就是说因为彩票它有个区形 就基本上每个省发 每个省的一个彩票 所以说基本上都不能跨省的去销售 那么现在如果说互联网这个业务一起来的话 你打破了这个界限 因为互联网这个业务一起来 打破这个界限 那么利用怎么分配 到底有谁发的 未来怎么去收 因为你互联网彩票业务一发展前 那就不是省能够定的了 它肯定是全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 所以说未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互联网彩票 就不包括彩票业务之外 互联网给它带上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前面马云也谈 就是彩票业我们不能把它作为 蜘蛛型产业去做 但是彩票业前两年的话 它一直是发展非常的小 因为我说过区域的垄断 给它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 但是一旦互联网打开这个缺口以后 那它未来短期的爆发力会非常强 那么这个的话就给我们的 相关的A股的上市公司 带了一些机会了 因为毕竟来说 可能你原来的盘子非常小 突然之间我给你加了很大的这个空间 而且这个牌照谁能够率先拿到手的话 牌照很重要 对牌照很重要 那短期的货领点就非常高了 我说我给你加了很多东西